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来跟您聊天来了 这回打算跟大伙聊聊 这起名字里边有一些有意思的事 那位说了起个名字还能有多有意思 您别不相信 这里边有意思的事多了去了 前两天跟网上看了这么个新鲜事 说是去年一月份 安徽那边有对小夫妻 刚得了这么个闺女 那父母嘛 肯定是希望孩子将来生活过的幸福 日子过的好 所以起码这比自己好吧 清除于蓝胜于蓝嘛 在名字上呢 有时候就觉得 我怎么也得把这个美好的愿望 在名字上体现出来 这小两口呢就跟家想了好几天 哎呦憋得脸红脖子粗的 最后憋出这么一个创意 就给孩子起名啊 叫马沙拉蒂 还说憋好几天起名叫马沙拉蒂 那起也就起了 抱户口的时候 派出所户籍民警 挺负责任 提醒孩子 他爸说说您起这名字 也忒有点意思了 现在小孩 孩子小无所谓 将来上学了 同学到时候都拿着开玩笑 您这又是个姑娘 到时候承受得住 承受不住这玩笑 您得考虑考虑 受得了受不了 也没想到孩子爸还挺轴 甭管民警怎么说 反正我就认准这名了 我想好几天呢 你凭什么这一句话就给我否了 对吧 人家给孩子起这么个名 也有套理论在这说 据说是这小两口 最大的梦想 就是买辆马沙拉蒂开 自己这辈子希望不大了 就盼着闺女长大以后 把这梦给圆了 这民警 也不能老跟他们较劲 好说再说 最后还是按着马沙拉蒂 给孩子上的户口 没想到过了几天 还是他妈回过味来了 觉得这名字好像不太合适 特意跑的派出所来 要求民警把这名字 他说您再给我们改一改吧 不叫马沙拉蒂了 民警说那你改什么名字 两口子想了想说 要不甭叫马沙拉蒂 我们叫马沙拉得了 人说这事闹的 就把那蒂改了叫马沙拉了 要说起来马沙拉蒂 还真是个人名 人家这品牌的创始人 叫做鲁道夫马沙拉蒂 这位意大利铁路工人 前后生了七个儿子 这七个小马沙拉蒂长大以后呢 干这工作都跟汽车沾边 后来呢就拿自己的姓氏 创立了一个马沙拉蒂 这么个品牌 不光马沙拉蒂 中国人熟悉的好多大牌子 最早其实都是人名 比如说夏奈尔 奔驰 阿迪达斯 都是 最有意思的 那得就说是阿玛尼 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啊 好多人都不知道 这是个意大利的牌子 有那土大款爆发户 花个成千上万的买件衣服 是吧 穿着跟人家显拍 怎么样 看什么牌子吗 你穿过吗 阿玛尼 那位说赶寸了 也是个假行家 蛮不懂 不懂还得装懂 怕别人看不起 阿玛尼我知道 这是个朝鲜牌子吧 什么朝鲜牌子 听阿玛尼就是朝鲜牌子 要说起来呢 给孩子起个名啊 还真是挺有学问的 有时候光看着人的名字 您就能猜出他那个籍贯大概是哪的 您比如说名字里边带个根字的 像什么长根啊 瘦根啊 苗根啊 这些人十有八九都是浙江人 上海以前给女孩起名字 都爱带个D字 什么招地啊 连地啊 引地啊 寓意也很明确 就是希望生个归女以后 紧跟着再来个儿子 一儿一女一枝花吗 儿女双拳 这多好啊 给男孩起名的呢 中间带阿字的多 您像九十年代有个特别火的电视剧 上海一家人 那个里边男主角就叫林阿祥 是吧 北京有个特有名的做中山装 西装特别有名的老字号 红都 五十年代从上海签过来的 他的创始人就是为上海的老裁缝 名字也特别具有上海的风味 叫做田阿童 北京的传统熟人之间啊 尤其是发小之间互相称呼 都不带信 直接在名后边加上个子字 比如说柱子 鹰子 二子 刚子 斌子 是吧 京腔京韵 跟胡同里这么一打招呼 听着就那么货了 二子干嘛去 你瞧 广东那边就不一样了 人家呢 是习惯在这个名的前边加个啊字 九十年代那会儿呢 跟广州沾边的东西都流行 全国各地都学着这么叫算是赶时髦 您看那我家里边 那和平不是就这么说吗 但现在大伙还都记得这个有意思 阿敏 阿玉 阿英 阿东 阿欢 阿庆 还有说向上的阿坤 阿拱 阿文 眼小品的阿红 阿山 阿丹 是吧 这到现在都成个根了 通过一个人的姓名啊 不光能看出他的习惯 还能看出这个人啊 大概生于什么年代 那您比如说什么建国 国强 国庆 元朝 越近 向东 卫红 一听那就是五六十年代生人 那个时代的女孩起名 反倒更传统一点 多数都喜欢用什么 蓝 英 方 知 灵 书 芬 这么几个字 最有名的电视剧《渴望》里边的女主角 不是就叫刘慧芳吗 也有知识分子家庭啊 给女孩起名的愿意养起点 喜欢带个什么 那 沙 那带这些字 这俩字呢 是从俄语那边传过来的 当时多数中国人啊 学外语 学的都是俄语 像什么妮娜 丽莎 这都是俄罗斯那边 女孩最常用的名字 八九十年代 学英语的人多了 好多人给孩子起名呢 就都愿意用英语 显得羊泡啊 像什么威廉 皮特 玛丽 这都有人用过 眼下好多写字楼里边的白领啊 除了原先的中文名以外 上班以后都爱起个英文名 就跟去年特别火那电视剧 《我的前半生》里边 跟单位互相打招呼 全是汤姆 皮特 琳达 塞琳达 这弄的跟出了国一样啊 我也没跟写字楼里边上过班 我也不太知道人家是不是真这样啊 反正这个老像到了国外似的 说起这起名的有个规矩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五六十年代的人起名 三个字的去多 七八十年代的两个字的流行 九十年代以后又有点回旋 重新开始流行三个字 最早是互相晒着 看谁给孩子起名用的字怪 用的字越怪 好像笔划越多 好像就越有学问 还不容易重名 弄得学校老师接新生啊 拿着花名册点名的时候 先得查字典 怕念了白字让学生笑话呀 当上学生露怯这怎么成了 现在呢 又流行四个字了 两千年以后电脑普及了 甭管是什么都用电脑给孩子起名 给孩子起名用怪字的就少了 为什么呢 说这字太怪了电脑打不出来 哈哈 那时候呢 新闻也说过说 学生参加考试啊 电脑打印这个准考证 字太怪打不出来 只能打一个黑三角替代 所以那几年呀 各种考试经常能碰到准考证上 写着张三角王三角 李三角刘三角 就这学生 说来说去 您知道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名字是什么吗 您不知道 我跟您说小明啊 哈哈 多数人恨不得从上小学一年级的开始 就跟小明打交道 啊 做数学题 妈妈买了一篮子梨 小明吃了三个 篮子里还剩四个 问妈妈买了多少梨 啊 做语文题 写作文 题目 小明帮助了我 小明捡钱包 小明扶老奶奶过马路 好不容易熬的上初中了 语文数学这两门功课以外 又添了一物理 还是能碰见小明 有一条总长一千米的路 小明站在这一头 每秒钟前进一点八米 小红站在另一头 每秒前进一点五米 问他们在什么地方能碰见 哎 唯独英语老师比较各色 别开天地 另创乾坤 自称一家 人家捧的那卷不叫小明 人家叫韩梅梅 提起韩梅梅啊 可是好多80后的老熟人啊 啊 这么个人物 他是怎么给发明出来的呢 那时候八十年代啊 中小学恢复英语教学 那英语 您想 当然是英国人说的最地道 当时咱们国家这个人民教育出版社 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这人教社啊 邀请英国朗文出版社 和编英语教材 教材虽然说是英国人主要负责编 好多课文情节和内容啊 还得咱们的专家把关 咱们的专家按中国人的习惯 给课文设计的几个人物 就是后来的知道的啊 什么李雷 韩梅梅 林涛 还有这个安口王 课本里呢 这个女孩的名字其实设计了好几个 英国那边专家觉得韩梅梅 读起来最溜 最顺嘴 所以就挑了个韩梅梅 所以说韩梅梅这个名字呢 最后是英国人派板订的 从1990年到2000年整个80后 这一代人上中学学英语用的都是这课本 这两年父母给孩子起名 还有这么个趋势 就是说流行啊找办仙给算算 外地的情况我不了解啊 就拿北京来说 雍和宫周围打从十多年前就竟干这个的 什么这个宣呢 那个斋呀 里面偷偷摸摸全坐着半箱 这两年有关部门查的也挺紧 字号呢 又都改什么什么信息咨询呢 科学预测啊 改来改去 反而还是换汤不换药 说起改名字啊 中国古代其实就挺普遍 而且自己就能改 改多少回都成 按心情定 跟着感觉走 真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稍微了解点传统文化的朋友都知道 中国人的名字 最早名是名 字是字 名是这人一落生 父母就给起好了的 您就拿三国演义里面的诸葛亮来说吧 诸葛是姓 亮就是他的名 名这个东西父母给定了的 只要定下来没有特殊情况 这辈子是轻易不能再改的 有人要是觉得父母当初这名字没给起好 我后边还想再着巴着巴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还可以给自己啊 起个自己的字 字虽然说可以自己起啊 也不能由着信胡来 这里边有个规矩 一个是说自己起的字 必须跟父母给起的名 多少有点关系 您不能说天人一角 地人一角 谁跟谁都不挨着 您比如说诸葛亮 字孔明 你说亮跟明 那就是对应着的 是吧 这就有关系 还有一个规矩呢 就是说这字啊 必须得等到成年以后才能起 按古人的规矩呢 说男的20岁算成年 除了名以外 就可以再给自己起个字 女的呢 15岁就算成年了 这岁数呢 又叫吉吉之年 不光能给自己起字 还能给人当媳妇了 所以才有个成语 叫做代字归忠 过去的女性啊 有文化的少 有名字的那就更少了 一般只有个姓 姓什么呢 什么氏 话虽这么说啊 老北京的丫头长到成年以后 可以嫁人了 媒婆上门 宝媒拉签来 结婚嫁人 提亲 这些字眼都不许提 这人家 这说的非常含蓄 哎呦 说大嫂子 说您看您这闺女出了的啊 那人家头是头是脚是脚 是吧 今年该写字了吧 您听听该写字了 不知道的呢 还以为让这姑娘上学识字呢 实际不是 实际上呢 就是拐着弯的 跟这个女方的父母说 说你们这闺女年纪可够了 该嫁人了 中国古代不光有名 还有字 还有一个 还有号 什么叫号 您看水浒传 啊 吉时雨 豹子头 花和尚 这些就是号 按老话说 名是父母给的 字是自己起的 号呢 是朋友送的 必须得等到这个人跟社会上 混出一定的知名度以后 周围的亲戚朋友 才能根据他平时的为人处事 给起个号 啊 就算广大人们群众 对这个人的总体评价吧 一般来说呢 这人呢 没有行边自己给自己起个号 还净见那好字来 那就没脸没皮 没有自己起的 啊 这么玩没有 比如您听 雍正建霞图 同林同海川 刚出道那会就光有名字 必须得等到杭州类 双月分双剑 打出一定的知名度以后 种侠客才能给贺号带花 贺号 起了个什么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这么个号 就算是这样啊 西方老侠于城 于栋海 心里他还 绝对不宣分 啊 就这么个三十来岁的小年轻 还敢叫镇八方 东侠 南侠 北侠 这仨人愿意让同林镇着 那是他们自己愿意 见骨头 啊 想震我西方侠没门 你看 说的今天特别火的 这个古装电视剧 叫这个陈情令啊 主角魏英魏无限 魔道祖师 刚好就是姓名字号 都全了 清朝完了以后呢 有字和号的人慢慢也就少了 多数人呢 都是一个名字用一辈子 好像也就是我们做义的啊 除了本名以外 还愿意起个异名 直到九十年代末 中国的名字 才又开始往多了走 多的两三个都打不住 什么名字呢 网名 远了不说啊 就说眼下 您各位啊 您掰着手指头数一数 自己有多少个网名 手机装个微信 装个QQ 这就俩网名了 对吧 病了 去医院看病去 先得跟挂号的那个 这挂号网上注册 这又得有个网名 过年坐火车回家抢票 各种抢票网 还得有网名啊 饿了 订外卖 外卖网 您还得有个网名 打车有打车的网名 游戏有游戏的网名 就连订我们德文社的文票 您也得有个网名 更不用说平时剁手买东西 注册一个电商平台 那就还得有网名啊 是吧 所以您就算去吧 自己总共得有多少个马甲 现在网上买东西挺方便 好多人买完东西啊 留个个人信息 留的也经常就是网名 所幸外卖小哥平时送货 也不是特死性 多少有个通融 只要电话地址对得上 东西就给您了 邮局不一样啊 必须用真名 差一个字都不成 这不成都有位姑娘吗 跟网上卖东西 还是海淘 留的网名叫齐天大圣 结果这东西寄到成都了 让当局给扣住了 不给他 说是跟身份证信息对不上 得去开证明去 证明自己就是齐天大圣 好在这姑娘啊 他们小区这物业挺热心 把证明给开了 才把这东西从邮局拿出来 这不现在网名也是五花八门啊 叫什么都有 网上干要人整理了最热门的网名排行榜 比如什么优质恋人呢 全网通鸡 佛系沙 半渡微风 梅子黄了 樱桃妹妹 乖乖排 世俗烟火 沉退了 哈哈什么都有 我随便挑这么几个念念啊 您看看自己中枪没有 说了这么多网名 突然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啊 您还记得自己第一个网名叫什么吗 尤其是90年代末啊 赶上过这个拨号上网 用过586电脑 这些设备的人 拨号上网这事说起来啊 90后00后可能都没有什么印象 现在上网都用的是宽带 90年代末上网用的是电话线 那时候手机话费啊 还没有现在这么便宜 家家都有坐机电话 您要想上网 得拿着户口本去电话局交费办手续 办完手续呢 电话局发给您一个小机器盒子 带着几个接口能亮灯的那个 这玩意当时啊 大家伙都管的叫猫 意思跟现在的无线路由器差不多 这个猫 从电话局领回去接人电话线 再接人电脑 还得把坐机电话也插上 才能上网 为什么叫拨号上网呢 那就是你一启动上网程序啊 开始连线 那电话就得滴滴答答响一阵子 啊才能连上网 连上网以后呢 网速也特别慢 打开一个网页得五六分钟 七八分钟 这都不算新鲜 那时候好多人有这么个习惯 这边上着网 那边得把这个电脑自带的小游戏 像什么扫雷啊 纸牌啊什么的打开 经常说您这里边已经扫了八圈雷了啊 让人炸死好几回了 那边网才打开 二十多年前私人啊 多数用不起专门的网线 用得起也没有人给装 跟家里只能凑合这个不耗上网 这才催生了网吧 啊这么个新生事务 1996年5月上海开办了全国第一家网吧 叫威盖特 6月以后呢 北京也有了 叫石华网络咖啡屋 具体位置呢 就在这个首都体育馆的西门 为什么在那地方呢 一个是首都体育馆周围呀 好多大学生和这个科研院所 知识分子大学生当时是上网的主力呀 那么再就是呢 这地方离中关村还特别近 玩电脑的人扎堆 网吧 用的是网线 网速呢 比跟家拨号上网 那可快的多了 但是收费也高的多 最早是每小时40块钱 我记得前面讲手机PB机的时候 还给您算过 说1996年40块钱 跟北京大街上能摊40个煎饼 虽说价钱这么贵 每天还是有好多人在网吧门口排队 哭着喊着要上网 火急了 有人就问了说您花这么多钱 排队排老半天 那时候上网都干点什么呀 归了包堆啊 其实也就是玩个游戏 聊聊天 除了不能网购 今天上网能干什么 那会差不多也都能干 最多就是平台不一样 就拿社交来说吧 眼下流行的什么微信抖音快手 那时候呢就是论坛 聊天室 电子邮件 163网易聊天室 我还有印象 应该那是最火的网络聊天室 当年进网络聊天室聊天 要想引起别人注意 有人愿意 有人愿意搭理你起个好的网名 这是非常重要的 投机取巧的办法吗 你起个偏女性一点的名字 这里边这个道理跟今天一样啊 甭管本人啊这个长什么样 是男是女 只要微信头像弄张大美女的图片 就有人上赶着跟你说话 2000年以后QQ开始流行了 年轻人差不多人手一个 就忙着聊天了 一个QQ就对应一个网名 那时候男的最流行的网名 什么大海 孤星 笨小孩 忧郁王子 女孩呢 那就好像叫快乐星辰的多 啊 剩下的还有叫什么水晶之恋 快乐公主 阳光宝贝 基本都是走这个文艺路线的啊 愿意让自己显得有点文末的 啊 这也算那个年代起网名流行趋势 有个特别出名的网名 可能我一提很多人印象深刻啊 叫什么呢 叫青舞飞扬 有句话说啊 说千禧年泡网络的那拨人里边 要是你的QQ里没有一个叫青舞飞扬的女孩子 那你这个青春期可能是残缺的 说到这啊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自己的第一个网名是什么 您要还记得的话 回头有空留个言 咱们拿出来晒一晒 专门做一期节目 看看能不能跟大伙说一说聊会天 还能牵着谁的手 又非会我 离你去了上海 身边还能牵着谁的手